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 早上在律師的陪同下 再到區域法院拍訊 他沒有回答記者的提問 擔任發展局局長 僅12天的麥齊光 涉嫌和路政署助理署長曾景文 在1985年至1990年期間 護租單位再向政府申領 及收取自行租屋津貼 詐騙政府共70萬 二人被控署謀詐騙政府 又分別面對兩項及三項 以虛假文件意圖欺騙主事人罪名